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在此收看胡福气社的变形金刚分享的时间 这是我们1454集的节目 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BingoToys所推出的Wave of Man 它是致敬到大黄蜂独立电影里头Shockway的形象 那规避版权的关系呢 Wave of Man应该翻译成什么波南吗 我不知道怎么样给它一个中文的秘密 那么说到真人电影的话呢 其实最近这几年以来 不管官方也好或者是第三方也好 都是逐渐的朝大黄蜂独立电影的角色里头去做取材了 或许在不久之后啊 他就会取代先前Michael Bay所拍的五部曲的形象 成为新一代真人电影的一个代表的一个样子了 那么这一款 为什么我今天先来一段户外的影片呢 那是因为呢先前我录过很多次紫色的玩具 包括MP29MP的这个震波 还有很多这个其他系列的震波的这个紫色啊 大家的配色都呃都是看向率都有点不太一样 那我先前的话呢 吃过很多次这个紫色不容易摄取的这个亏了 那这上这一次的这个BingoToys的这个震波呢 我看了很多人的开箱之后 我发现大家的紫色都不太一样 那我自己拿到之后呢 发现怎么跟别人更不一样啊 到底我是买到了精涂版还是买到了KO版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的话呢 我就呢先到户外呢 录了一小段的影片呢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让大家知道一下这款玩具呢 在自然光里头 它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象 那我们现在呢 就回到我平常录影片的房间里头了 那先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展示 它比官方的MPM12要大上非常的多 所以呢 它是无法跟目前现有的官方的MPM去做一个相比的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放大版本的各个系列的 不管是KO或是第三方的玩具的话呢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找一些比对 那么这款最大的一个特点呢 是我初拿到打开的时候呢 是有一股油味出来 它身上的话呢 是有很多旧化的一个涂装 那这个都是一个所谓的一个用洗字 还什么的一个方式啊 那味道的话呢 不算太重啊 以我过去收到几款这种旧化的玩具来讲 这一款是有一点点味道 也并不算特别的浓 不算特别的重啊 拿出来大概放个半天而已 味道就已经不见了 那身上的关节呢 也都是偏紧的一个状态 但是非常可惜 没有任何的齿轮关节 那身上的话呢 有一些透明部件 像是胸口这一带是有透明的 那它的一个眼珠子可以发光 但是它附带的那个需要买的电池呢 比较不容易去买到 我把型号打在画面里头 那这个在一般的五金行 在台湾是买不到的 那如果上网买 因为价格实在太低啊 要买很多 他们才送 那所以这一集 我就不展示它的一个发光了啊 然后身上有合金部件 它的合金部件呢 并不是在脚底板 而是在大腿的前还有后啊 这两个地方呢 天气比较冷啊 摸上去都非常的冰冷啊 感觉一个重量的分配还算合理 特别是变成枪的时候 它是在人形的枪形态的一个中间 另外的金属部件就是这个了啊 这个像是弹簧管 组合起来的一个枪管 你要接在这一侧也可以 接在这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个背影看上去还是比较好看的 这个背包啊 可以说是完全收到没有的一个状态了 然后身上的可动的话呢 也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啦 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左右动没有问题 这个天线的话呢 变形的需要呢 你可以调整一个 调整一下 你可以转到你觉得比较好看的一个造型啊 这一块部件的话呢 变形的时候呢 推到后面 平常是在上方 但是你手往上推的时候呢 有可能会把它给挤上来 手臂三度零度的转动 没有任何问题啊 这里面有齿轮关节比较可惜 然后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啊 二头肌的话呢 是连带这个肩甲一起动 这个肩甲是随着二头肌做一个转动的 手臂啊 可以折到超过于90度一点点啊 这一带的话 造型有做一个小缺口 那每根指头的话呢 都有独立的一个关节啊 然后后面的食指 以及到小指 这四根指头 都是有中间还有一处的转折关节 拇指的话呢啊 只有这个根部一个关节 那这个拇指的话感觉比较细啊 各位在变形把握的时候呢 建议还是稍微留意 小心一下 那么另外一只手的话呢 我目前是把它装上了 它一个大炮 这大炮的一个安装呢 也是比较简单的 有个卡构扣上去就行了 那这个枪的造型 也给各位看一下 这里面呢有个磁铁啊 磁铁的话呢 它是有功能的 它是靠近头部的话呢 可以触动它的一个发光的装置 然后人形态 它就可以往前啊 把这个头给低下来的 那腰身也是可以转动 裙甲的话呢 一共有六片 前后割两片 左右也割两片 所以一共是有六片的一个装置 而且它这个裙甲啊 在变形的时候呢 是有起到固定身体的作用 包括这两个紫色的背甲啊 都是它固定身体使用的 然后这个脚的话呢 可以上面下面 可以稍微有搓动一下下 然后这个膝盖的话呢 可以弯到大概90度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圆弧形的一个造型 可以最大 可以弯到这么多 然后后方这个线条 我觉得挺好看的 有一个蛮有力量感的一个小腿 后面那个肌肉的感觉 然后脚踝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 那这里带啊 涂装还不赖 看上去好像金属的 但其实它只是一个塑胶的一个部件而已 整体的一个塑胶来说的话呢 还算过得去 但是呢 绝对不是那种可能要 可能要台币5000以上的那种 玩具可以相比的啊 这个定价的话呢 我看了一下 人民币大概是600块钱 可能台币也就是26700这样子吧 可能比一个官方 Leader级的一个原价的 还要再稍微高一点点的价位 但它可以发光 体型也很大 人形的一个美形度的话呢 是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 首先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头给缩进去好了 头的话呢 你可以先把这个天线的话呢 稍微做个简单的小调整 然后胸口直接打开 它这里是有一个锁扣的 这里是有一个凸根的一个结合 把它给打开 稍微往前推一点之后呢 将这个头部往内塞进来 然后塞进去 然后呢 再把它给扣上去 它这里是有一个结合卡扣 各位应该能够看得到啊 就把它扣上去就行了 然后这两片肩甲的话呢 是往后面推 能推多少就是多少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这两片的这个背甲的话 是可以拆下来的啊 哦不对 是往下移下来的 然后这里不是有个凸吗 内侧是有个凸根的一个结合的 那我们就是呢 把它给转过来 先这样子过来 然后呢 把它给进行一个锁扣啊 它的这个紫色的这个背甲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将人形的这个 这个甚至横格膜的这个可动的话呢 把它给锁扣住 让它在枪形态下呢 不要再晃动了啊 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进行手部的变形 先把这个手炮啊 给往下 就拿下来 这个扣的时候是扣的是比较紧的啊 我们把它给拽下来 拽下来 它就是一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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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我的脚架了啊 这个地方扣上去而已 暂时把它给取一下 然后手臂的变形比较简单了啊 首先的话呢 那这个手给往上 然后整个给往上面推上去 整个往上推上去 到这边 那我们这个 这个部件已经往后 往后推出去 所以这里是有一个 有一个开口的啊 我们就把这个整个胳膊啊 整个给往上转上来 然后转上来之后啊 我们是把这个紫色的这个甲轴啊 是朝外面 这个地方尽量往内 靠进来 好 往内靠进来 好 那这个地方是有一个 凸 对于内侧是有一个洞的啊 我们把它给扣上去 但是呢 你现在先不用扣也无所谓 因为它很容易去碰掉 我们最后再来做一个结合就行了 然后这个拳头啊 这里啊 刚忘了 应该先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啊 打开 往内 反进去就可以了啊 这个拳头的收呢 是比较简单的 扣回去 然后呢 两侧中间是有个洞啊 都有洞 这个洞就是要扣什么呢 就是要扣我们的这个 这个大炮 然后这个大炮怎么个扣法呢 我们把镜头呢 先给压低一些啊 这个玩具比较巨大 那这个很简单 这两片部件啊 左右这个 把它给打开 那一打开 你会发现这个整个是松的啊 怎么能松成这样呢 它是靠这个地方有个磁铁 去扣上去啊 它会吸过去 这个磁铁是为了触动了一个 眼部发光的一个装置 才安装上去的 那我们把这个地方给打开 然后这里不是两侧 两个凸 就是去扣 手中间这两个洞 我们把它给做一个安插 这边 这个地方卡扣扣上去 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 那这个部件啊 记得把它给 紫色部件 记得推上去啊 推上去 然后这里 两边 尽量的把它给压好 压好之后的话呢 上面这个部件啊 这里 有跟这里也是有图跟套的 一个结合的 我们把它给做一个简单的 一个组合 将上方这两个卡扣 锁定之后的话呢 它的这个地方啊 这个图跟内侧这个凹呢 你就可以做一个组合了啊 那从这个地方 往下面推 把它给扣上 两侧都一样 好 轻松的组合完成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先做一个 腰身旋转180度的一个动作 那翻转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裙甲的话呢 你要稍微的去把它给 往下摆一点 不要干涉到 我们做一个腰转就可以了 我们腰部的话呢 旋转180度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要把这一块部件啊 这块部件跟这里有个凸 要扣上 那具体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腿往下翻一点 腾出一个空间 把这个裙甲的话呢 翻转180度 然后内侧的话呢 就有一个凹 跟这个凸呢 去做一个结合了啊 从这个地方 把它给扣上去 这个地方扣上之后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腰的话呢 就锁定了 就动不了了啊 它的话呢 都是利用身上的这个背甲 是控制横格末下的关节 然后呢 这个原本的一个前裙甲呢 则是扣住腰转 那么最后的话呢 还会有一个紫色的关节啊 跟这个地方再多结合 把这个两腿控制住 但现在还不是我们需要动这里的 接下来我们呢 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变形 腿部的变形呢 算是这一款玩具呢 最有趣的地方 当然的话 呃 其实它的变形都是很简单 主要就是 呃 这两片部件 呃 就是内部跟内部结合 外部跟外部结合啊 听起来好像很复杂 其实一点都不会 我们先把后面这个锁扣给解开 这一块 非常有力量感的这个小腿 后面这个肌肉给解开 它这里的话呢 是有一个凸 这个凸其实是两边组合起来 用这个洞去把它给锁扣住的 那我们为了把两腿打开 必须将这个部件给翻开 然后它的两腿的这个变形结构呢 是不对称的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开 两侧都给翻开 翻开之后 先都先翻开好了 这里往下 你可以翻开来 先给各位看一下两边的造型 你看到吗 诶 它不是顺边的 你看 这个脚啊 脚啊 都是在那一侧啊 看上去好像顺边的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 我们先把这块部件往内翻进来 到这边 到这边进来 这里也是一样的 往内 翻进来 到这边 两侧的话呢 先把内部呢 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结合 简单的结合 非常简单的一个结合 那你就看得到的部分呢 就把它给扣上去 就没有问题了 到这边 到这里 这里也是一样 进来 到这边 好 两腿的话呢 做一个合并 转进来 做一个合并 这个玩具比较大啊 进来 把它放在桌上好了 可能会比较方便 我做一个变形 你看 放到桌上的话 就比较好对了 先放到桌上 把它给对好 两侧做一个合并 那合并之后的话呢 各位还记得吧 这一块部件 这一块部件呢 是专门用来锁扣 腿部的一个组合的 你看没有 本来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是锁定 这一块跟这一块的 但是现在呢 这一边呢 跑去跟隔壁去结合了 但一样是要靠小腿 后面这块部件 去帮它完成一个锁扣 就这样子 把它给扣起来 所以我觉得 这个结构的设计 是有趣的 是蛮好玩的啦 然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把另外一侧这里啊 这块部件 往上翻 这样过来 等一下还是两边 这个就要跟它做一个 然后外侧的 这两个腿的合并的话呢 首先呢 你在转折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把它往上面 转上来的时候呢 是以这个地方 不要干涉为主 所以你可以大概知道 是等一下 是推成这个角度 那么这一边呢 这个角的话呢 它有这里有一块 连接的这个部件 连接部件 你把它往内推进来之后的话呢 把这个斜尖 是转到朝后方的 转到朝后方 然后这个角的话呢 一样啊 你看到没有 黑色部件 跟这个部件 是会形成一个干涉的 你就把这个部件 压下来一点 让它能够 放到下方来就行了 这边也是一样 这个角度进来 然后呢 就是把这边 这个紫色这个凸啊 扣进前方的 这个凹槽 那另外这一边的话呢 只是扣进 偏后面的那个 那个洞里头去 那我们就是把它的 两侧的话呢 做一个结合 但在那之前的话呢 你可以呢 先偷偷的呢 把这一块部件呢 给往内转进来 为什么呢 因为待会的话呢 这一块部件 跟这块部件 要做一个结合 那等一下碰 上面如果结合好之后呢 下面要再扣上去呢 我怕是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先把它给 偷偷的给转到一个 等一下我们预定 结合的一个角度 这样子扣上去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 这个紫色部件的一个结合了 那一样呢 刚有提过了 你这个部件进来的时候呢 是要避开 这个膝盖 这个地方的这个干涉的 你就稍微去往下或往上 转一个角度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边扣上了 另外一侧呢 也已经扣上去 最后的话呢 这里 我刚已经 把它给压上了 最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枪 这个地方会松动 靠的是哪里呢 就是这个紫色部件 跟这里有一个洞组 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时候呢 可能会扣不上 我们就把这个枪的话 往前面 往前推起一点点 它这个角的话呢 是可以往上 缩进来的 这样子缩进来 最后这个紫色部件的话呢 就能够顺利的扣上了 那么这么一来的话呢 我们等于是 利用了 两片的裙甲 扣住腿 两片的裙甲 扣住这个腰转 还有两片的这个背甲呢 扣住了这个 横格末的那个 转动的那个轴啊 那最后这个部件的话呢 这个 果然是 经不起我的折腾啊 虽然是金属做的 但是也难免会松掉了啊 这个地方扣上去 那么这一把这个 波南所变形的 一把大枪的话呢 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啊 这款 波南的载具形态呢 是使用了 G1的 正波的一个 枪形态 做一个选择啊 毕竟 好像在 大黄蜂独立店里头呢 它是没有变形的 那枪的一个体型 非常的大 这是一个官方 deluxe等级的玩具 足足的 一 二 三 加上这个枪间的话呢 足足有3.5倍的 deluxe等级的玩具 那么大 那么枪形态的一个 一体性 算非常好的 刚已经有跟各位提过了 它主要是靠着这个地方 锁扣了这个后面 你这样子拿 其实它是并不会去一个解体的 但是这个把玩的时候呢 你看到我手上啊 这个 比较容易会去夸伤这一代 毕竟这里的一个倒角啊 处理没有说很好 这里面也是它比较空洞的一个地方 那握持的话呢 这个 可能还是会 以成年的 男性来说的话 这个枪的握柄 可能还是偏小的 上方的细节 各位可以简单的看一下啊 毕竟 也算是电影系的玩具 但是因为它体积比较大啊 所以说 有些地方感觉好像还是不够多 那 索性它的涂装非常的不赖啊 这些旧化什么的呢 在这些沟槽里头呢 都很好的 让它的一个细节 更加的一个突出 正面的话 还是比较威武的啊 颇有杀伤力的一个感觉 那么它的一个 重量的话呢 最沉的地方 那就这个地方 刚刚有提过 大腿的部分啊 都是合金部件 所以它 重心会在正中央的部分 那这个管子的部分啊 就是把玩的时候 虽然是金属的 不会去一个裂开 但是有些地方 不小心去推搭 可能会有小小的一个变形啊 就是说是难免会去发生的 那么这个载具 如果你翻过来的话呢 有一点像是一个军舰的感觉啊 如果你玩过官方的 这个太胆回归 或者是其他系列的一个六面兽 你把这个枪啊 反过来的话呢 它都直接啊 直接给你说 这是一个潜水艇的一个状态啊 毕竟现在枪型的玩具的话呢 可能会有面临到一个 管制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底部 那么呢 它的这个部件的话 给各位大家提一下 你在合并这里的时候呢 这边是有一个缺口的 是要合这一块部件到这里 那整体玩具的一个重量感啊 表现是非常不赖的 它最大的一个缺点的话呢 可能还是在它的一个塑胶 感觉呢 并不是说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角 是稍微偏硬 然后这些倒角有一些处理 没有说很好 那关机有些部件翻折的时候呢 是比较偏紧的 你可能要自己上一点西游 做一点补强 那它的价格呢 大概比官方的一个 Leader级的玩具呢 原价还要再贵一点点 但是体型的话呢 搭上非常的多 然后又有一个发光的装置 喜不喜欢 就完全端看你个人了啊 它的一个人形呢 还美形度 还是做得非常可以的 而且它的变形 我觉得 我真的觉得它的变形速 我会反复去拔啊 因为实在是简单 而且它的这个腿啊 两腿的一个组合方式 是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巧思的 那今天就给各位记忆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